好 各位大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昨天我们讲了galaxy project 昨天galaxyproject发了个空头 总的来说 果然是比较大气的项目方 果然是很有钱的项目方 给大家赚了很多钱 就250个 如果你之前去做他任务的话 你至少获得250个galaxy 那差不多现在价格就是5000美金左右 5000不到一点吧 可能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看有很多人录了100个 那这个就 就其实很多钱了 对吧 我看有人留言跟我说他录了100个 那大概有 几十万 吃点前两天报接力 撸了801个 在哪 有个兄弟留言跟我说他录了100个账号 呃 呃 发财了 ok anyway 那昨天我们讲了projectgalaxy的空头 那这两天空头特别多 今天又来了空头 之前也介绍过 如果你去搜 这点前两天暴跌了一波 去搜里面 hop protocol 对吧 对我看8个月前我们就讲了hop protocol 而且讲两次10个月前讲了一次8个月前 讲了一次 hop protocol开始发布了空头 但是hop protocol一看就是 比较小气的项目方啊 我估计项目方也没什么钱 可能就融了几百万吧 跟那个galaxy一融就融几千万不能够 他发的空头 的整个 他的tokenomics是在这 对吧 他一共是 11个代币 其实代币还挺多的 gal才2亿个代币 对吧 他有11个代币 然后8%给了早期的贡献者 然后investors和team其实挺多的 接下来的60% 三分之二 几乎三分之二是在treasher里面 但好在他的team和investors都有一个 就是锁仓一年 然后三年的线性释放 其实 他们这个设计就是 还是算说是比较公平吧 其实锁的时间挺久的 还有三年的卸行释放 虽然占比挺多的 然后 2.8给未来的团队 就是一开始核心团队占的挺多的 22.45% 8%是空头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 我的空头不多 才458个 当然我没有去 我不太适合录 可能未来可以 可以考虑去多尝试一下 对吧 就是我的空头数量 其实真的不多 我估计hop开盘也就 一两块吧 转几百道 其实我是最早就冲进去了 当然它是根据 你提供的金额来算的 就是你提供的流动性的金额越多 你获得空头量越多 还有一种 就是你 你要做 我就做过一个transaction 他说你必须要做两个transaction 两个跨链的操作 而且你必须要超过1000美金 对吧 the minimum required是1000美金 就是你用的越多 他给你的空头数量应该是越多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后面 说实话hop 在那个时期 在10个月之前 刚出来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都用seller bridge 就不太用了 所以说就 就不太用了 但是我一直在做流动性 就是为了 能够用 能够搞点空头 给的空头量不多 但是如果你之前参与的话 不妨去看一下 说不定就有空头了 那一刀一个 有个500美金也是不错 我大概放了2000美金的流动性 然后做了差不多 至少有八九个月吧 我发现第一时间就进去做了 当然当初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很容易被 合约有漏洞什么的 对吧 特别是桥 经常会发生被盗的事件 但还好 没有什么漏洞 那 500美金可以处理吃得饭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快速的视频 讲了一下这个hop 的空头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hop 什么是hop protocol hop是一个 比较有创新的一个跨链桥的机制 说实话是比较有创新的 而且 而且他是早期支持了 polygon和以太的一个跨链 那现在他支持了 narsis arbitrum 对吧 但是他支持的币种 却并不多 他只支持 他支持的币种 却不多 只支持以太 usdc usdc usdmatic和dai 对吧 真的不多 对 其实你说多吗 其实不多的 但是他的一个机制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简单来说一下吧 他的机制就是说他有自己一个中间的代币 中间的代币和 和这个usdc呢是1比1 1比1的 然后他会 他会做一个池子 在这个池子里面 这个池子是我们自己去放流动性的 也是一个1比1的池子 就是说你换过去之后 你可以把他的自己的虚拟的假的usdc 去换成真的usdc 他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通过他在两端都放两个池子 然后有自己1比1的一个代币的映射 通过uniswap 或者是通过amm 去进行直接的交换 这是他的一个创新 我就这么说 这样的话就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 但是问题也有很多 就是说 第一就是滑点比较大 对吧 如果你们用过的话 如果你是 比如说 从以太到polygon对吧 如果我 1万块钱其实滑点挺低的 如果是 其实滑点还可以 10万 如果是100万 1000多的话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是nosis到polygon 对他的滑点就会比较高 就要看两边流动性的池子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但是如果是在sellerbridge 来看一下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说实话是sellerbridge 因为我觉得sellerbridge特别好 而且速度也非常快 而且他支持的链特别多 基本上都支持了 什么phantom 对吧 aura什么都支持了 我们可以 看一下这边nosis到polygon nosis他没支持吗 nosis他倒不支持 挺有意思的 polygon 哎 polygon 啊我现在就在polygon上对吧 他现在没有支持xdime ok xdime玩的人也不多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arbitrum 那是polygon到arbitrum 如果有100万美金啊 在arbitrum上可能有 4000 还有fees对吧fees也很高啊 有1000多100万的话有 1000多美金 就是千分之一的 手续费的 到手大概是 99万5000美金 99万5000美金 那100万可能大多数人不需要我们 10万吧 10万我们经常转的对吧 我们以10万来对比 10万的话到手是99683 损耗大概是300 320美金左右 对吧320美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而且这里支持的代币也特别多 有什么usd usdc eth 还有一些小币种对吧 这还蛮强的 我们也是10万 123 你看他获得就是99956 对吧 而且速度很快 也就5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 而且他手势费也很低 所以说我是基本上 只用seabridge 其他不怎么用 这个差太多了 这个要300块钱 然后seabridge这边才只有30块钱 就差了10倍 这个有点夸张 对他就一个手机费 他没什么滑点 原因就是他采用的机制 它这边会有一个滑点 他这边会有一个滑点 好 那今天我们 再一次简单讲一下 hop protocol 我个人对他的未来并不是特别看好 虽然当初刚刚出来的时候 当初刚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桥是非常稀缺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用官方的桥要等几个小时 对吧 特别是 从以太去polygon 有了他这个之后呢 只要几十分钟 那就是大大的 降低了时间成本 但是随着后面桥越来越多 这个hop 就不太行了 不太行了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airdrop 我估计应该是一刀应该是会有的 一开始 运气好一点可能到两刀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